我下头是吧 对啊 我下头是吧 那你干嘛 你他妈有病吧你啊 滚了你 你平常工作很忙吗 没有啊 怎么了 咱相处这一个多月 感觉你随时都在玩手机 有的时候是工作上的事 有的时候是朋友嘛 那咱俩在一块的时候 我也没一直顶手机啊 喂 现在都2023年了 哪个年轻不是抱着手机的 因为这些计划算平的事 一直说话啊 行行行 我少气行吧 是我少气了 本来就是啊 一开始我爸跟我讲说 你做自媒体年少有为几顺粉丝 我没想到你思想这么老 就还这么小气 我错了行了吧 我跟你道歉了 刚好你爸刘叔叔在问我 就说咱俩处这一个多月 感觉怎么样 什么叫处这一个多月 我们什么叫处一个多月啊 我们现在还在了解阶段好吧 那你的意思就是 咱现在还不是搞流向是吧 那才一个多月 哪有就直接来考虑这个事情啊 那现在肯定是要再了解气端 我们肯定要多了解一下啊 了解没问题 就 就我本来以为啊 我每天接你下班 咱休息时间都待在一块 周末还出去玩 我以为这个算是搞对象谈恋爱了呀 你思想怎么那么好说啊 跟男生朋友玩不都这样子吗 这个不一样 你跟你的朋友去约着玩应该的 咱俩是男女关系啊 这个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朋友 你也有其他男性朋友 就没事还待一块 周末还单独出去玩 对啊 那咱这也不一样 我们相处一个多月 出去玩吃饭什么消费的时候 也全是我出的 算一算也有少一万块钱了 而且当时你还信用卡 五千块钱还是我帮你还的 你现在是跟我在算账吗 朋友 你现在在跟我算账啊 不是 你跟其他男的出去玩也是拿的给钱吗 现在出门哪不是男生给钱呢 跟你出去玩 不是都是该男生给钱吗 对吧 那我们俩出去随便吃的饭 几百块钱 那咱们不谈恋爱 几百块钱吃的饭很正常 而且还不贵好吧 别人陈友吃饭 至少都是黑天和餐厅的 谢谢 那我确实 不敢沟通你们这样的相处方式 而且听你的意思 一顿饭几百块钱 感觉你还吃便宜了是吧 几百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屌丝难吧你是 一顿饭几百块钱很正常 正常消费 那你既然这种消费水平了 你别找我借钱啊 我不说不还给你啊 只是会 你不要一直 拿这个事情来说话好吧 我要还给你 我下个月就还给你行吗 一直呢 就真的 你真的好下头啊朋友 借了五千块怎么了 不是我觉得 我买个包几万块钱啊 我欠你的五千块钱吧 我本来觉得你除了消费高一点 也没啥 我现在我感觉你三观有问题 财富幻想太严重了吧你 什么叫财富幻想严重 你才三观有问题了 不是我问你啊 你觉得两个人吃饭几百块钱 吃顿饭很正常 对啊 你觉得男女之间不是恋爱关系 单纯朋友关系 两个人随便出去玩 不用避嫌 而且全部都有男方 来承担那个消费很正常 对啊 那吃饭 男的给钱不都这样了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 刘小姐 你说我思想老旧 我真的觉得你是财富幻觉 实在太严重了 不要给我乱扣帽子啊 我爸之前叫我去乡亲的时候 我都是很抗拒的 周围只有有的负乱带那么多 要不是看你自力更生 说你是做博主的几十万粉丝 我觉得你更能上互联网 你觉得我会跟你俩聊天 会跟你俩说话吗 会跟你俩处吗 真的是 会给你俩了解吗 那我去了屌丝又下头 还几十万粉丝呢 我屌丝我下头 咱出了一个多月 我们我们 我我们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一个月工作 也就不到一万块钱吧 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找几十万的呀 我骗我这些 哦 哦那你的意思是你找年龄 毕竟大几十岁的是吧 你什么意思你骂人是吧 来我跟你说一下几十万是什么概念 网上那些财富鸡 他们当真了吧 已经忘了普通人该怎么生活了吧 我告诉你啊以前有个新闻一个电视台帮一个女孩找对象 他的要求是25到30岁1米8以上本科学历收入20万 这个要求跟你的什么月收入几十万轻松太多了吧 成都常住人口2100万 25岁到30岁的只有40万人 人股价了你啊 1米8以上的占25% 本科以上占6成 然后呢 年收入20万以上的只有12% 最后算下来符合要求的也就也就一万多个人 常住人口2100万 只有1万个人符合这个要求 才是现实的情况 哎呀哎我跟你我跟你真的是没有什么聊的你你的情况我我跟你爸去说 我我觉得他现在对你的三观真的不太了解那个那个五千块钱我 你现在不还我是吧我去跟你爸说我看这么讲 哎你这人很搞笑我们两个的事情找我爸什么事 我下跪会还给你的不用在那下头我给你讲 啊 我下头是吧 对啊 我下头是吧 哎你干嘛 你他妈有病吗你啊 滚了你 你 你干什么你弄疼我的松开 现在拿着你东西啊你胜哪胜哪去 你有病吗 这边刚才他俩现在敢对我这样是吧 他俩是谁啊 现在连爸妈都不会叫是吗 一年回你家是不得有十次八次 我说什么了吗 我爸妈离得远一年就回来这么一次 辛辛苦苦做了一大桌的菜 你能好啊 筷子往桌上一拍转身就回屋了 你摔脸的给谁看呢 这在做的跟猪神似的谁施下去啊 我不嫌猪的都算不错的了 还有我告诉你你要想给他们拿钱不可能 我是你老婆 这个家的女主人 这个家的一分一好钱必须就是我童你懂吗 你说干嘛弟兄 哪次回你家花钱拿东西 我说什么了吗 哪次回你家不是大帮小帮的又拿东西又花钱 怎么这次到我爸妈这就不行了 我是他们儿子 我现在有能力了想孝敬他们 怎么了 你刚才上来就从我妈手里把我给她的钱拿走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考虑过我爸妈心里是什么滋味吗 这些年我对你差吗 我对你们家差吗 这个家一直都是我养 你凭什么这么金贵啊 我不想跟你说了 你现在带我回家 反正我不想带这个困难呆了 那就自己滚 哪个是你想的 那房子是我花钱买的 孝字你都不知道怎么写 一点教养都没有 以后你爱去哪去哪 爱住哪住哪 要花钱你自己挣 我还告诉你 我爸妈做的饭不是猪食 我从小就吃这口饭整大的 那是给人吃的 房子是给人住的 我挣的钱是给人花的 别的事我换给你让人家 跟我爸妈 你争取了 能美得像一个梦 我女的臭 我们富过温柔 换过自由 也许过 我飞 有两个方法带 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凭什么 有什么跟我女儿分手 阿姨 您能不能别闹了 你说外面早就有人了呀 哪个小狐狸 江湾你够走了 到底什么原因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凭什么 跟我女儿分手 你今天不够个说法 你绝对不想走 您管我要说法是吗 好 就从我进咱家第一天起 您给过一眼正眼吗 我给您买东西 您嫌弃档次不够 甚至 在我面前提他前夫 开什么车 住多大房 有多少存款 我说的不对吗 你有180片的房子吗 你有50万的贷款车吗 我能跟他们家比吗 人家父母都是老板 我父母就是普通东西 我配不上他 所以我退出行吗 你什么态度啊 我前夫本来就比你优秀 你还不让别人说 那你找他去 找我干什么 说到底 你就是想分手 是不是 对 那好 那我给你好好算算 我给你买那包1300 还有实际这衣服180 还有 那我也给你算算 你给我买的都是低摊货吧 对 还有那个包 淘宝几十买的吧 我给你买的呢 全都是大盘吧 还有水电煤气 这一文一毫让你管过吗 你先把这些给我报销了吧 你 你算什么男人啊 要谈钱的时候就谈钱 别在这装清高 那好 我女儿跟你在一起一年 这一年布得不少20万 所以她这一年的补偿 20万 您怎么不去抢呢 您问这一年 我让她上过一天班吗 我的工资全在她手里 我没让她受过一点委屈 到底是谁补偿谁啊 别跟我说那么多 这钱你到底给还是不给 我要是不给呢 那咱们就走着瞧 阿姨啊 您要想谈生意 我劝您找下一人 对了 你们要想玩 我奉陪到底 光是用一个人和孤单 这人车干嘛呢 张大眼睛看看 我买的新车 你买的 那这车写我名了吗 大姐 有点常识行不行啊 谁家买车能写俩人名了 再说了 我希望帮我妈名不好吗 为什么要写你名了 因为我是你对象啊 你怎么能跟你爸妈结婚吧 那怎么啊 之前的你的前任 买车都写你名了 怎么能不要奶糊不开提奶糊 你说这也有意义吗 再说你不是跟我说你没积蓄吗 你哪来的钱买车啊 自己的啊 我这要告诉你了 你不都给我花两个呀 现在有钱都不告诉我了呗 你把我当你家里人了吗 你把我当家里人了吗 啊 我去你家吃饭 连口饭都不给我吃 我自己下楼吃面那事 你不能忘了吧 为什么让你自己去吃面啊 你自己看 你离了什么破烂啊 破烂 那些破烂 我给我妈都没买过 你叫做破烂 这一段房子 赶紧走 不 我不走 你这车多少钱买的 二十万 多少钱 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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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我妈没告诉你 娶我彩礼是二十万吗 告诉我 我全家都知道哦 可是你全家都知道 你给他二十万买车 也不要花二十万娶我是吗 我花二十万买车 车是新的 你说太多人了 叫你的 叫你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第二人就我要他吧 那你不可能知道 以后我说这件事我来过 知道吗 你 你又病了 咱俩谁又病 妈妈还没选完呢 你就把他们上商场里 你才是人吗你 咱们才去商场 跟我半个表情就花了三万多 我说我没钱了 你要我穿新鲜牌 你拿我当你们家提款机啊 我爸妈大老远的来 你表示表示怎么了 行 我可以表示 你慢慢叫我来吧 我带来那么打麻将 你到底要干嘛 我赶钱我带他们去过 我没钱 你们家要想买自己证据 老振不是学汉钱啊 带给奖金好几万 钱呢 那我好好给你算算 昨天房租来收房租 你再钱都不给 非得等我回去再给 你房子你不做啊 我一个月就三千 我哪有钱给啊 你没钱 大家在一起之后 你花不一分钱吗 你钱账没跑了 我放银行了 我每年都要给我帮忙一万五 给我进一万年年都如此 那咱俩账脸这钱你怎么活了 我要没钱你怎么办 你要没钱我才不会跟你在一起 你留钱有啥用啊 有啥用 房租 水电 一时出行 柴米油烟 还有你的护肤品 你花过一分钱吗 就是兄弟 你这个钱花在他身上了 就是肉包打抖 走吧 招跑 滚嘛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分手 你今天就给我搬走 不行 你得再虚度三个月 要不然我把你东西全扔了 你扔了吧 反正你房子也全是垃圾 包括你 也是垃圾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张天 我朋友跟上面 你不要给我留点面子 我不在家 你就找个男的过来 你还要我给你留便子 你配吗 不是 那都是我朋友 什么 好朋友就在我家 实际租东西吗 好朋友就当着我 能量和你打行骂枪的吗 好朋友就在我家 对我要我朋友的吗 不是咋了 你还有脾气了 那哪个张得不比你多呀 他说你不是应该的吗 那你去和他们过去 你还和我处什么呀 你吵什么呀 有能量你也像别人男朋友 是愈愈往家里拿钱的 瞧不起我了是吗 人行逼漏了是吗 我在妹妹骗之前 你怎么都有摆一摆顺的呀 之前你有跑车 现在你有吗 之前你住别墅 现在你还住吗 之前你是大老板 现在你还是吗 他是啊 他被骗的钱都追回来了 别负责回来 不然我们今天 来你家吃饭干嘛呀 张天 我知道你 别看他家就行的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你就是一条 胃不熟的狗 你差不多得了张森 你也别跟他生气了 等会儿咱们便喝点了 张天 我就是回家 把家收拾干净了 赶紧收拾吧 收拾干净点 把你和你的东西 还有你朋友的东西 全部打包带走 不然我先抓 张天 扎紧吃鸡 我要是回来 再看见他 和你在我家 别吃瞎耙子了 我抢他这嘴巴子 过来 我问你 能不能给你妈送养老院 能不能 能不能送 我妈现在老年痴呆 送养老院能行吗 怎么不行 这多少老人都需要老院 怎么就你妈不能送 昨天我朋友到我家来打麻将 你妈拉了一枯斗子 我还要不要脸 我还要不要脸 懂点事 那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 在家照顾着我妈 不行吗 但是我妈身体好的时候 对你多好啊 现在是我不懂事了是吗 你妈对我好不是应该的吗 王凯我问你 我和你妈今天你选谁 要不然把她送养老院 要不然咱俩别过了 张天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那是我妈 不行 今天你必须选一个了 你闹的是吗 不行 走王凯来 赶紧别讲 你妈一个人在家呢 你能搭理她 一点人的都没有 给我放开 这我们家事 没有那么多 我告诉你啊 我是她朋友 我就要管 我就在一个过路的 我看你这个搭尔兰 我也要管 怎么王凯她妈现在生活不能不理 你还有先行 把抗警家打打架 参加一家人 拿着当组织过去了 也要把她妈送养老院 你良心的啊 你妈有病 你也送养老院吗 你说谁妈有病啊 我不想跟你说话啊 王凯来 你给你最后一次经历会 你妈帮你送养老院 我给你妈帮你送养老院 我学我妈 听好了 我学我妈 我妈让我小 我养个老 你听明白了吗 你平时好吃懒 做没事找毛 被我送人了 但是我妈老年迟在 你赶得走 我忍不了 我妈就是我的底线 我告诉你 我学我妈 我永远都学我妈 生态啊 你记住啊 以后改嫁的时候 就会有良心 开中总的我 陪你离活 结果我的脚 走着刚锁 记得关注再走哦